的部分呢 今天大盘又下跌了21点 可以说9000点大关失守了 也在创破断新低 券商跟立委就开始呼吁说应该要废除这个大户条款 但是官员创反掉 股市大佬开炮 同批券所税 大户条款 没想到财经官员意外不同调 资命中学研证所税让大户远走海外 张盛和表态 股市跌不要看脱大户条款 6800年涨到9500的时候 大户条款没有人提 9500跌到9100就是大户条款的影响 那是没有任何佐证的 这部分的意见好像跟主委不太一样 有双方的进行投资吗 没有 还没有 没有意见不一样 多位立委有提出的意见 所以我们就请证件商同一公会 去写一份比较精确的报告 到底大户条款对股市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部会还没达成共识 倒是券商公会拿数字说话 今年上半年日均量1300亿元 8月快速萎缩到1100亿 大户条款一旦上路 交易量预估再少三成 让小股民一片脸绿 国内信心不振又受美股重挫拖累 26号台股下跌21点 失守9000大关 再度创下波段新低 三大法人卖出33亿 外资更写下13卖记录 台股量缩价跌 10亿大户条款明年上路 废除呼声越来越高 财经部会如何协商 外界也将随时紧盯 东森陈一新闻 乘女房和任凯 推广到 第三端